音樂之音 好的,大家好 那麼我們今天這一集呢我前面就不説太多廢話了 我們直接進入上一期的後續 就是賞難進駐副長 脫隊之後切副的事件 之後新選組發生了什麽事情 後來呢,還出現第四個事件 就是游小路暗殺事件 这个就是后来我们讲到 北城一刀流的 宜东夹子太郎 他们也想进京都干一番大事 于是他们借由藤堂平柱 北城一刀流的师弟的这个推荐 就加入新宣祖了 那这又是一个念了书的 也一样嘛 尊王老一论的 那宜东夹子太郎还带了一票人进来 因为最早是新宣祖要招募新对事 所以回江户 而藤堂平柱就跟这个 自己的老道馆联络了 所以他就 这个宜东夹子太郎就带了人进来了 他带来不少人 他带来了这个 他弟弟林木三树三郎 各位因为伊东本姓林木 他后来改名叫伊东大藏 后来又改名叫伊东夹子太郎 他带了自己的弟弟 林木三树三郎加入 还有小元太之敬 福布武雄 加纳旧雄 跟这个卓野七三 卓野七五三之助 还有很多啦 一共八九个人一起加进来的 这些人其实是 伊东夹子太郎在江户到场的弟子 是尊王老一的伙伴 这帮人 那我这边讲个题外话 就是最近这个让人健兴有第二部 他们北海道片里面 就有回忆到当初的这段事情 里面有出现一些人物 什么福布武雄 加纳旧雄这些人 各位 那个不是乱画的 那都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 让人健兴这部作品 在日本会那么红 明明他画的东西很少年 但是却红成这个样子 后来那么多年还可以拍电影 因为他里面的东西其实是很讲究的 很多小细节就是 在幕府末年里面 大家的一些口耳传闻里面的东西 就是像这个东西里面 福布武雄是真的建树很高超 这个东西在跟漫画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故事 就是伊东甲子太郎在加入新选主以后 他其实也是蛮有人望 因为他又世世文文的又念过书 然后又是很能讲 又在那边讲这些尊王壤仪的东西 所以对视很多人都开始倾向于伊东甲子太郎 并且开始有一点不喜欢土方穗山 那这就是不好嘛 后来呢 可是土方穗山拿他没辙 因为伊东甲子太郎更聪明 所以他其实不像秦泽亚那样子 喝酒啦 做坏事啦 勒索啦 他不干这些事情的 所以就找不到暗杀他的理由 弄不到 后来呢 就是因为伊东甲子太郎觉得 他在新选主里面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土方的控制非常的严密 你没办法把新选主变成你的东西 他们其实是想要把靖腾虚位化 他们想要把靖腾勇虚位化 让这个组织实际上变成伊东甲子太郎的囊中物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实现他们本来要的尊王壤仪 而不是一直听幕府的话 当幕府的鹰犬 他们想 因为你只要夺得这个组织的控制权 你基本上就能够更加偏向宗王壤仪论 你也可以不用完全接受幕府的命令 可是后来这件事情一直做不到 所以伊东甲子太郎就决定脱队 他决定离队 但他选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呢 孝明天皇过世了 孝明地过世了 那他们要修建天皇的陵墓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正在进行这件事情 所以伊东甲子太郎就透过他的关系 去跟京都的官方 就是公家 这个直接讲 不是幕府哦 直接跟京都官方讲说 他们要成立一个队伍叫做玉陵卫士 就是保护皇陵啊 建设的一个东西 不要被他们骚扰 就找了个好理由啦 总之呢官方的命令就下来了 他们就成为玉陵卫士脱队了 就可以离队 这个东西就跟幕府相对啊 但是问题是这次天皇这边 就是官家搬下来的命令 你也不能说 因为他要脱队就叫他切副啊 你拿他没辙啊 所以土方岁山就没辙让他们离开 他们就公然的脱队 对 而且这个后面这个事情就很严重 就是说 这样变成 等于说 宜东夹子太阳开了一个小门啊 那你之后你是不是要参加玉陵卫 你只要说我要参加玉陵卫士 你就可以离开队伍了呢 那这个就跟土方岁山一开始 说的说过的这个 局中法度里面不得脱队 不得擅自脱队这件事情 就已经抵触了嘛 你等于是直接让局中法度无效化了 所以宜东很聪明啊 他能够透过这个 你幕府权力固然很大 但是我如果跳过你直接跟官家讲 我们要去护卫皇陵的话 官方命令下来的话 你幕府也拿我没辙啦 更不要说是土方岁山 所以土方岁山后来也是很火大 他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派人呢 去暗杀宜东夹子太郎 那宜东也确实好像是有点得意 他那天是喝了酒他落单了 他大概觉得土方拿他没辙 结果呢 他们就在游小路口把他 反正就把他暗杀掉 然后他们把尸体呢 气质在游小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你被气势在那边是很丢脸的 你一定要有人去替你收尸的 所以呢 这些玉林卫士就忍不住 就跑来了 那当时脱队的人 脱队的人里面还有藤堂屏柱 所以藤堂屏柱的离队也是一个 他们天然里心流的老伙伴离开啊 其实是一个 算他们的分裂啦 他们因为大家都看在眼里嘛 你这个是原来的老伙伴 然后你说要离队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看 当时他们要来替这个 宜东夹子太郎收尸 就跑来 结果其实新宣祖是利用这个 有三十几个人据说 把那边当幼儿 把这个移动夹子太郎的尸体当做幼儿 引诱他们去到那个游小路口 然后开始进行决斗 一群围杀他们 大概七八个人 这个也是据说 据说土方翠山有 有吩咐 永昌星巴说 要让藤堂屏柱逃走 你就故意放条路 让他跑掉就对了 结果藤堂屏柱呢 在混战的时候被 一般队是从背后砍了一刀 受到重伤 然后最后就死掉了 所以 他们的老队友藤堂屏柱也是在这场战斗里面 就死亡了 就蛮 也是蛮可惜的 因为藤堂屏柱 并不是说夺那个 只是说也是对他们的理念 对新宣祖的理念感到迷惑 感到说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样子 也是因为这样 那这些就像我讲的 其实跟他们是北辰一刀流出生是很有 很有关系的 北辰一刀流基本上出的人 都是尊王朗仪 然后 然后会衍生成为导墓这件事情 那这个 总之 把移动夹子太郎干掉之后 然后新宣祖就是能够完全的 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但是呢 好景不长 接下来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 这个 德酸禁喜 后来大政奉还了 他就是也害怕 他害怕 因为这个 这个尊王朗仪论的势力越来越大 长洲 这个时候萨摩也变化立场了 所以这个势力 他们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禁喜没有办法 他只能把这个大政交还 后来呢 但是他们也要继续打 就是长洲跟萨摩要 要报仇 他就打进来 所以后来就发生了鸟羽福建之战 就是他们要等于说 直接要把他们全部干掉 虽然当时也是有点危险 因为 因为幕府还是有战地的 幕府军的人数是很多的 但是长洲跟萨摩 这时候 虽然说是尊王朗仪 但他们其实已经接受了西式的军备 他们的大炮啦 枪啦 都是 甚至有连发枪 就是都是很好的装备了 所以其实 哪怕幕府军人多 对着人家 人家那么多枪扫射你 那么多发大炮攻击你的时候 你也是没辙的 所以后来新宣祖就上战场 在鸟羽福建里面 勉强打退了这个 这个长洲军 长洲 萨长军 萨长联军 但是后来就一路退一路退 就没办法 最后到了这个江户 后来就解散了 就是 最后新宣祖等于是解散的 那 近藤勇最后呢 他是本来是要去谈投降的事情 但是被萨摩的这个 军方抓起来之后呢 萨摩仁也蛮坏的 就是 不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算是违心成功了 已经算明知违心了 已经倒幕了 幕府已经算是要瓦解了 差别只是在于说 要不要留幕府一个 一个表面的形态而已 然后近藤勇 本来是要去谈的 那你至少 你把他逮了 至少要让他 可以接受 这个审判吧 也没有 那你让他死勒 他是个武士 他这个时候 近藤勇已经身为幕府的起本 已经算是武士阶级 算是贵族阶级 他至少要有一个切腹的死法 他们也没有 他们直接把金藤勇砍头 这个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侮辱了 那土旺碎山也很火 所以就是 他的从小玩伴就这样死掉 然后冲天总师也因为肺病 这个时候就 留在了他的老家那边 后来冲天总师就一个人 就孤独的就死去了 因为肺病严重了 最后就 最后就病入膏肓 所以就过世了 所以冲天总师其实是蛮 可怜的一个人 被称为天才见识 但其实他没有什么发挥 大概在池田屋事变的时候 冲天总师就已经病倒了 他就已经有肺结核现象了 所以后来其实他都活得很辛苦 最后也算是解脱了 然后土旺碎山后来呢 在金藤勇死掉之后 就率领剩下的新群主对视 他当时听说他是有说 想离对的可以离对的 因为已经 我们已经不是那个了 已经不是京都守护职了 这个规定可以不适用 也就是说其实 其实土旺碎山还是 并不是说都不能通融 他其实是有在通融的 那后来就一路打 一路征战 最后打到湘管去 打到这个武林郭城 就是被害到的武林郭城 各位很多人都觉得武林郭城很漂亮 被害到的那个城 但是很多人其实可能不知道 武林郭城就是最后 湘管战争的时候的 一个主要的城市 土方碎山在这边战死 这个城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土方碎山 不是因为这个城很漂亮 所以就是 土方碎山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在湘管战争里面战死 然后新玄祖呢 最后留下来的人 可以说几乎是全体战死 那这个新政府军 就是维新军 也很那个 他们据说当时是把这些人 直接扑施在路上 不让他们 不让百姓帮他收尸 那当时民众想帮他们收尸 没有办法 后来是过了好几天 才 才同意说 用布把他们盖一盖 后来用乱杖钢 把他们给埋了 那就是有一些人 在后来不知道哪一年的时候 过了几年之后 有一个人在里面 有人潜入 在他们的那个 那个粉种上面 立了一个碑 叫做避邪碑 他们其实是爱国志士 他们并不是说 就是幕府的英犬抓牙 他们其实也是爱这个国家 并不是说 要图什么私利的人 所以新玄祖最后的结局 是很壮烈的 是真的 全员战死 而且土方遂山是 明明可以离开 明明可以 可以这个投降 他却硬是 站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 他们甚至组成的 那个夏义共和国 就是另外在 另外在支持这个 这个幕府的 这个一个军团 就是等于说 好像叫做奥与同盟 就是他们 几个亲幕府的 翻最后的战斗 他们其实 是不让 不让这个 这个明治政府军 这个为所欲为的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明治政府军 并不完全是好人 而是说 有很多争议 这个相关的东西 其实让人见心里面 都有划刀了 就是有一些赤豹队的事情 还有张义队 有这些事件在 那这我就不讲了 新玄祖的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其实快看完了 但是我真正想看的是 前面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光看漫画也一大堆 我真正想看的是 从他们离开 这个鸟语福建之后 回到江户 这接下来的几场 重大战役 在这个 在这个 戊城战争里面的几场 重大战役里面 到底是 怎么去打的 怎么经过 新玄祖是怎么样 慢慢流亡到北海道的 我想看的是这一段 这个目前的 目前现存史料 好像也没有很多 那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边 因为时间太久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看的书 各位其实我觉得 这个新玄祖的东西是可以看的 如果你喜欢日本文化的话 尤其是木莫这一段的话 新玄祖算是一个代表性的 故事 他们有蛮多故事的 那 你就算是看看皮毛 这些故事 其实也蛮好玩的 就是一些漫画里面在画的东西 也蛮酷的 讲真的 那我去过京都的时候 比如说 在福建这一带 都有在卖新玄祖的外挂 跟那些 跟那些造型的那些旗子 什么成字旗 这些东西 其实 在当地还算是蛮受欢迎的 就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喜欢去日本 京都一定要去 然后记得不要去那些什么 不是不要去啦 就是说 你要把重点放在一些 真正一些古迹 有文化的地方 像有些太过观光景点的地方 可以不用 新玄祖在京都 其实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他们的足迹 有很多东西 其实蛮好玩的 但要找 那真的要找 不然的话 大部分都是大的观光景点 所以 在京都市内 还有在福建这一带 依然是 会拿新玄祖来 当做这个 他们的观光商品的这个 贩卖的一个口号 一个噱头 他们还是很受欢迎的 就是 当然啦 新玄祖一开始是有被 维新政府给抹黑 成为幕府的鹰犬走狗 都是一群混蛋之类的 可是后来在 这个 有一个叫子母则关的小说家 他慢慢慢慢慢慢 他们还有 当时还可以采访到 明治时期 还是可以采访到一些 木末时期的人的时候 因为包含后来的 还有齋藤一 后来没有死 永昌星霸也没有死 那齋藤一 他们后来的生活方式 都是蛮 蛮 蛮厉害的啦 就是蛮令人尊敬的一个人 齋藤一后来是蛮 他对新玄祖的效忠到最后 那这个 你们就可以去看 《让人见信》里面 那个齋藤一 大概就是 他那个作者想表达的 齋藤一后来是在警察界 他生活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 后来他们 后来慢慢随着时代的改变 新玄祖的 从明治政府的抹黑呢 慢慢慢慢 就变成那些 他们人家至少是京都守护职嘛 至少要保护京都的治安 而且人家也 确实因为严厉的对归 所以他们并没有 后来并没有干坏事 跟最早的认身浪失组 那一帮流氓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后来新玄祖的 名声是在维新之后 过了好多好多年 慢慢慢慢的回复 然后呢 子母折宽的 有写了一些 新玄祖的作品 最有名的是 新玄祖始末季 然后再后来 就是司马辽太郎 有一些 相关的作品 不单单是燃烧的箭 还有好几个 还有好几个作品 还有一个 暮默暗杀的风云路 有很多的这些东西 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还原 那 司马辽太郎因为是国民作家 所以大家看完这些书之后 新玄祖才慢慢慢慢的 变成一个 没有负贫 就是比较没那么多负贫的一个组织 才慢慢的洗白 慢慢洗白的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 新玄祖的故事其实是可以 一个可以 我觉得可以去挖 可以去理解 他们的精神其实也是不错 也是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动荡 就好像这个 剑星里面我很喜欢的 道人剑星里面我喜欢的一句话 他说灾腾是跟他一起 迎着时代的热风奔跑的伙伴 就是虽然大家的理念不一样 但大家都是热血自私 只是一些人认为应该维持原状 应该让幕府来把事情搞好 另外一些人呢 认为要直接推翻幕府 但大家其实都是一些热血好男儿 都是好人 其实都不是什么大坏蛋的 更有很多人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们是北辰印刀流的师兄弟啊 他们很多人是这样子 他们可能在江湖的时候 都打过照面 甚至都有一些 很多人其实都有 听过这个人的名声 这个人的名号 就是大家都 那是一个建树的圈子 那个圈子其实不是很大 但后来大家跑到京都之后 就各有阵营嘛 大家跑来跑去的 移动来移动去的 所以就是呢 有互相对杀 有一些变成了仇人 有这个冤仇 但是实际上呢 大家其实都是一些 为日本的未来担忧的一群好男儿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 有它的浪漫在 所以日本人非常的喜欢啊 好啦 那我其实今天 因为我录这个 我有点紧张啊 这个 因为我很怕讲错 我很怕有历史的高手来踢管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我这个只是讲一下我看到的东西 我 我自己都有感觉到 我好像有讲错一些东西 那大家听听就好 好玩啦 那如果你是历史很懂这一段的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我有讲错就要麻烦执政一下 但也不要骂得太凶 因为我真的不是什么历史专家 我只是很喜欢这些故事而已 还有我蛮喜欢看漫画的 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集看我们可以聊什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